这一集主要想测试 RETROID POCKET 4 PRO 玩 Switch 的游戏是表现如何 这一集我一早就拍了,在我会员区就已经可以看了 影片排着排着,我就未播出来 谁知道,YUSU都关闭了,我才出这条影片 昨天那集就说了因为YUSU被告 今天我只要分享这条影片,就是想给大家看看 其实想说RETROID POCKET 4 PRO 的机能是玩 Switch 没什么 是不理想的,所以就不可惜,如果不能玩 Switch 那就去片段吧 MING PAGE 多谢很多观众,都关心我放在方丈的影片出来,怕不怕被人搞 就是上次讲Dolphin的时候 Youtuber 现在有一个新例,可以 即是黄标之后,或者有投诉之后 你可以上一个 course 回答他的问题 接着呢,就可以在90天之后 再不犯同样的问题,就可以解除了投诉 投诉只要不超过三次,就不会封你频道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可不可以播放少少片 我相信上次那些应该是OK的 但是今次呢,这个我真是测试它的速度 有些敏感一点的游戏,我会打隔的 稳定起见 可能有些音响之类,我亦都会删的 如果某些敏感的游戏 如果大家不懂如何安装Youtuber 的话 就真的不方便在这里教了 我会在会员区那里分享 今天就是这样,主要试游戏 和开玩笑的设定 好,那现在开始了 大家看到我已经放了一些游戏在里面 在Youtuber 这个模擬机上 它本身这个模擬机是没有根机的 要自己上网找的 大家自己Google Youtuber Android 就找到了 不如我先试一些轻便宜的游戏 例如2D 游戏是绝对可以顺跑的 好,其实都尚算顺畅的 再试其他游戏 好,其实都尚算顺畅的 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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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坏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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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